何老师和萨贝宁的真实身份 怕不是预言家吧 一开口就是娱乐圈大瓜 你比如说陈思诚 我不爽他很久了 你说一部电视剧 他当男一号 他参与编剧 他是导演 他是制片 那么忙就算了 还把女主角勾得走了 这公平吗 何老师点谁谁中招 文章 我今天下午故意没有接他的电话 老婆那么美 女儿那么可爱 两个人的电视剧都那么受欢迎 都一起入围 老婆电视剧收视率高 他还可以去游泳 这张嘴一定开过光吧 萨贝宁的嘴可以说 是何老师的2.0版本了 一开口谁都别想逃 比如说吴秀波 你以为他觉得公平吗 所有的颁奖典礼 他都在现场 跑来跑去的 你以为他不累吗 你以为他内心 没有孤独和冷的时候吗 当之无愧的人间 独奶师啊 然而当下被您单独主持时 又再次验证什么叫 指哪打哪 好竹子 就连自己的好友 你个买题 萨老师也没放过 我已经听到这个材料 在爆裂的声音 小妮 你晃一下 你试一下小妮 小妮 来 看来公字型的材料 确实很厉害 这嘴真不是盖的 要是把萨老师送去押题 会怎样呢 这部高考题 还真就被他押中了 让他们看完这个电视剧以后 至少未来 如果你再碰到 这六年当中 这一段史实的任何考题 如果你得不了高分 你找我 距离高考还有多久 高考的考生也 赶紧这两天抓紧复习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情景 我觉得今年高考 一定会有相关的题目 我觉得今年高考 一定会有相关的题目